外星生命在大家的眼里一直是个秘,但是从外星人之说到现在,基本上没人找到过,或今保持沉默了,最近科学家又发现了七颗神秘的星球,可能存在大量的水,也有可能真的存在外星生命,这个给人类在太阳系之外找到生命的可能性大大的提高,科学家有证据证明外星生命,人类能真的能找到外星人和外星生命吗? 外星人真的存在,科学家们对这次发现的行星表示十分的肯定,很可能存在水,现在这些行星中有三颗是位于恒星的宜居带,是并且这块区域是适合行星的液态水温度,这块就是我们重点的方向,外星生命就是存在这块区域,不能看出科学家们对这几颗行星的关注度十分的高,这些类地行星围绕红矮星旋转,完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运行空间, 其实这几颗类地行星是在今年被发现,与地球只有39光年之处,科学家们的发现进行了进步的分析,发现可能存在外星生命才公布给大家的,目前,还不能准确的去判断到底是那颗存在大量的液态水,需要进一步的证实。 但是瑞士科学家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就是,三颗内层的行星是不可能找到生命的,只有外面的才行,人类要与外星人接触了。 美国科学家介绍,通过望远镜来观测释放的紫外线从而得到结果,这些行星是否存在水,紫外线对行星的大气影响十分的大,较低的紫外线能够分解氢气和氧气,高的紫外线就是直接吸收。 科学家通过恒星的紫外线辐射和行星的距离来进行参考,从而得到适合生命一居带,随时间的变化发生的过程。 经过数据分析,七颗类地行星上面含有的水分,最外层的类地行星含水量应该是地球含有的20倍,基本上是一个水球,并且外层的行星水也不可能完全的消失。 通过科学研究发现,即使行星上面存在水分的流逝,还是有心道的地下水资源释放出来,行星内部本身就含有大量的水,比通过一些自然的现象就可以释放出水来。 目前行星还存在的水是否真的有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知道,但是已经明确地表明了水存在正在大气质中循环,如果要寻找到氢气云产生水分的存在,需要通过紫外线和红外线的波长来找。 荷兰科学家表示,他们的发现十分的令人兴奋,人类能真的能找到外星人,希望有。